去年的9月 卖掉的一条超穴红龙小鱼 也就是2022年9月1号 今天带各位看一下这次的变化 因为客户的要求就是 高红值 所以推见血红龙 养到今年初鱼有回传 2023年的1月21号 可以看一下红值是还可以的吼 所以只要一只鱼的质量有到位 基本30公分前后都能发射 看一下这只 脸塞先出的红 就能判断之后大概率会是亮红色 现在同一只鱼出状态了 这是2023年7月1号 换到大纲饲养后的状况 现在尺寸是38公分左右的鱼 红了之后 就是往满塞跟过腹去精进 所以换句话说 红龙满塞跟过腹 金龙满背 金头 金植过腹 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后期的表现 也很怕市面一些普通红龙 在小鱼阶段就被捕向卖家冒充 单做血红龙 或是前期无法对真的品系去欺骗 这些在国内都早有案例 所以龙鱼就是这样被抽掉的 并不是说没有平价的龙鱼 而是正常情况下高水准龙鱼的竞价成本 本身就跟平价的龙鱼 或竞标通货龙 有着天差地别的表现跟价位 好了今天的影片到这 也要给我们客人跟红龙休息了 我们下集见